网路分享旅游乐趣小心会被罚 有部落客在网路贴文分享行程 却被观光局开罚9万元 观光局就指出公开招揽国内旅游生意 依法无论是导游或是部落客 只要是没有旅行社的营业许可 就不可以公开饭秀行程 日本知名景点合掌村部落客Becky 在脸书上透过影片和大家分享 不仅如此她还透过部落格教民众 如何到日本自助旅游 但她前阵子却发表一篇文章 要民众别分享旅游行程 以免挨罚9万元 对此开罚的观光局出面解释开罚原因 户头还有账户都是透过她来处理 我们也依照行政程序的一个规定 请她陈述意见 那陈述以后我们依法进行做采罚 观光局表示民众可以分享行程 但若是违反观光发展条例第27条 第三项非旅行业者不得经营 旅行业务否则将依法开罚9到45万元 而观光局表示Becky不只分享旅游行程 还把收费方式以及ATM转账账号 公开在部落格上明显违法 民众只要是进行所谓的旅游 心得的一个分享 它并没有涉及到发展观光条例 第27条的规定去招揽设计行程 收费等等这样的经营旅行业的一个业务的话 它并不会有违法的问题 分享行程或是自己旅游经验OK 但是如果像收钱那种 就是有点像进入行销那样子不太OK 因为会踩到地雷 观光局再三强调民众可以分享旅游行程 但若是有公开招揽旅游生意的行为 就会依法开罚 毕竟万一不小心发生事故或纠纷 消费者要求偿到底要找谁 因此为了避免纠纷 观光局得严格把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道